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标题是 今天不做明天就要后悔 我把这本书稍微翻了一下他的目录 我就发现到这个上面太有趣了 我准备把它仔细看完 这本书写的作者名字 写了两个羊名字 然后三个人写的 结果后来我看了里面 我才发现两个羊人一个是日本人之外 另外那个羊名字是一个台湾人 他用了羊名 那这本书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东西 我之前有讲过眼界 开过眼界 那这本书里面他把它分成了几个部分 这几个部分我一看 他有第一步 第一步里面他有要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第四步 一直到第三步 他每一步里面都有好几件事情 一共有33件事情要做 我翻了一下他的标题之后 我发现到 他这上面所谓的33件事情 我通通都做过 而且我是在35岁以前就做了 所以这本书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是一个大陆人写的 非常畅销的一本书 然后一个台湾人 一个日本人给他背书 然后一起合出这本书 那他其实讲东西 我们也不用看里面 比如说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你一定要在至少在一个大公司工作过 所谓大公司就是所谓股票上市公司 我曾经在一个股票上市公司做过 我还在那个公司外派做过 那个公司的分公司的总经理 那这些经验 比如说我管过1000人的工厂 我曾经设计过很多专利产品 这些经验都是很特殊 当然设计专利产品之上也没有了 他说你至少要拿几张证照 这上面33件事情 我通通在35岁以前都做过 所以我来review 我来check这本书 就更加有意思 因为我是从比这个高的 试点往下看 所以我看这个 我是1955年在后面这个房子出生 今年62岁 那我自己有一个想法 我现在看书 我一定先看作者是谁 看他的年龄 如果他的年龄比我小 我基本上我就 我就不一定会看 基本上不会看 因为我这种 那种年龄比我小的人 他经验不一定会比我丰富 因为我是从工人做起的 我是手上长茧做起的人 我不是养尊处优 我不是官二代 也不是富二代 起家的 我从最基层做起 那些什么什么 一层一层上来 我不是一下子蹦到总经理去 我父亲也不是老板 我也不是出资者 我是属于什么 专业经理人 专业经理人就像什么 就像你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一样 驾驶员一样 上几百亿的飞机给你开 因为你会开飞机 所以他才信赖你 那你这个飞机上 有几百个人的生命 都掌握在你手里面 这叫做专业经理人 你能够安全的起飞 安全的降落 完美的这个过程 这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工作 他不是要投资 他不需要花钱买飞机 那这就是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要什么 要累积经验 人家如何相信你 就是因为你过去的经验 如果你手一个剪也没有 一天到晚养尊处 活一辈子等于白活了 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样 而其实 我觉得 我是所以我今天 我特别把这本书拿出来讲 就是这样 因为我这边有所谓的耕读堂 终身学习 有飞行禅 就让你要即刻开悟 然后那边有无忠诚冒险学校 因为还有以图为证 我这几个单元都是在讲那些 让你尝试你没做过的事情 我们在墙上我就有画的 写上说 徒手臂气潜水 七十五公尺远 五米深 很多人看了这两个数字 就吓一大跳 怎么可能 一口气你可以游七十五公尺 只用一口气 不用水费 有这可能吗 我就站在这里啊 而且能够达到这个水准的人 还不是我一个人 这边很多人都有这个水准 但你说五米深 五米深 也不过就是两层楼的深度 有人可以达到十几米 这就是什么 就是看你的眼界的宽宽 宽宽 比如说好 有人讲说你七十五公尺 那不可能吧 我就看过有人可以 可以辟气潜水一百公尺 那现在有一些 discover里面有介绍 有人他练了瑜伽之后 他可以在水里面 可以可以潜十分钟 一口气可以潜十分钟 当然他在水底下他不运动了 他不动 因为一动的话好痒 他不动 但是十分钟你就很可怕了 那有的人是 还有人可以动在 在水里面可以动作 可以支持到七八分 十分钟的都有 穿的蛙鞋 那也很好痒的 所以说你 如果说你没有去实践 你没有去尝试 你的极限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蛙人训练好了 他徒手每天长泳 要十二公里 游泳 徒手不穿蛙鞋的 游十二公里 起到以后 在岸上再跑十公里 每天要做这个事情 day by day 他的密集训练就是这样 那你说那肌肉 会不会溶解 恒温肌会不会溶解 不会 要通过这些训练的人 才能通过蛙人训练 拿到他的那个凶招 这就是眼界 这些东西就是你看 你要不要磨练 好我再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这个飞行禅 已经很久没有在讲 我自己的经验好了 我们在台湾以前在想要 你要玩飞行伞 这大陆叫华翔伞 有两个很重要的基地 南一个南一个北 南这个在在南部的就是屏东赛家 我从这个赛家这个起飞翔 飞起来之后 我在空中滞留了快要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没有落地 没有动力的 当时天气很好 我们常常可以从屏东赛家这个 这样一直飞飞到哪里去 飞到万栏去 飞到万栏去非常远 然后还可以飞到什么 飞到那个屏东的那个大五山去 再从那边再飞回来 你在空中 无动力的飞行 滑翔一直在找气流这样子飞 可以飞五个小时 你就知道可以飞多远 然后我们在那个台北翡翠湾 我们可以飞到野柳去再飞回来 当然这要 因为它没有动力嘛 所以天后没有风 没有气流的时候 就只能降落了 那如果说有风有气流的时候 就可以完成这个 非常长的距离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不可思议 没有动力你怎么能做 那这就是你要问那些老鹰 它不是都可以吗 这是无动力 那我刚才讲这个东西 有的人会讲说那不可思议 你们怎么会飞的飞的这么远 怎么样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讲 高雄市以前有一个滑 就是那个滑翔翼的协会 当时那飞行伞还没引进 飞行伞是在滑翔翼之后引进的 在那个之前只有滑翔翼 滑翔翼是有骨架的 三角形的那个 所谓Hand Glider 其实它这都叫悬挂滑翔 大陆的那个滑翔协会 他们是把它分在一起 像我们的飞行伞大陆叫滑翔伞 那我们的那个滑翔翼 大陆叫做悬挂滑翔器 那这都属于在同一个协会下面 我现在讲一个悲剧 就是高雄市这个以前在 大概在40多年前吧 40多年前是刚成立一个滑翔协会的时候 还在招兵买马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次在一个台风前夕 那个时候气旋很高 也就是气流很旺的时候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气流太旺的时候 很容易把你带到高空去 你很难脱离那个气旋 气旋太巨大 你很难脱离那个气旋 会被拉到云端上去 那当时就有一个教练 他就在这种天后里面他起飞 起飞之后他很快就一下子 就进入云端了 进入云端之后 就失踪了 找不到他了 找不到他之后 那个当时因为用任何的飞行器 什么都找不到他 大概事情隔了大概有一年吧 大约有一年多还是两年 有一队人在那个 在要爬这个 这个荷欢山的时候 在荷欢山的那个山顶上面 在树上面看到有一个彩色的织物 那个织物就是什么 就是滑翔液 结果在那上面看到有一些残存的一些织物 在那边 然后到那个山的那个树的下面一看 看到一个半截尸体 一个人的半截尸体 那这个情形 如果稍微有点 有点这个知识的人就知道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 这个滑翔液被被这个气流吸入云端之后 直接把他吹到那个 他一直想脱身脱不了身的时候 就一直把他吹到 吹到这个荷欢山去 这么远的地方 荷欢山在哪里 从高雄的屏东赛家 吹到荷欢山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 最后挂树 当然 我相信这个人 因为在高空的时候 那个气温是非常低的 有时候零下很多度 很早就冻死或昏厥了 然后他这个滑翔液是被风一直吹 吹到那边去之后 他在还没有在那挂树之前 应该已经死亡了 结果那个是被吹到 后来降落的时候 降落在那树上 挂到树上之后 这个人悬挂在那里 因为他应该早就 在这个之前 他就应该不是 不是晕悬就是冻死 应该早就死亡了 所以他应该没有什么痛苦 之后他悬挂在那里 因为他的套袋都是套好的嘛 然后之后在那上面 在尸体腐烂以后 后来就 就自己会分解嘛 脊椎骨就自己折断 折断之后就 有半身 会掉到地下 掉到地下之后 因为那个高海拔的地方 可能也有一些野兽吧 把它吃掉了一部分 剩下那些死体都腐坏 剩下骨头 但是那个飞行传 每一个人的飞行传 都有那个滑翔翼 都有他的那个型号 加上去一一认识 就知道这个 各位可以知道 从如果你在地图一摊开 你就知道 从屏东的赛郊到和欢山 有距离有多远 这就是你的眼界 如果不够宽的话 你的知识范围很窄 你的亲身经历的经验很窄的话 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 你统统都不会了解 那这本书只是跟 叫你踏出一些 简单的步子而已 你想要实现这个 你倒不如来参加 我的无中神冒险学校的课程 也就是飞行茶这些课程 还有更入导 在你没有体力的时候 以终身学习为物 如果说你行有余力 你的身体状况还好的话 参加一下我们的 无中神冒险学校 有骑马射箭 有帆船风浪板 有飞行伞 等等等 这一系列攀岩 这些活动 都打开心中等你来 跟我们一起来 如果你的心态是在35岁 定格在35岁的话 欢迎你 如果你的心态没有达到35岁 或者早就认为自己老迈的话 那也告诉你 你自己就好日为之吧 以上 吴仲涵跟各位分享 谢谢